比算過的米,這日假期以後 經過一連傳的處理規定 最好先為米粉蒸在乾淨 要變成我們買到的商品 就要待有一天的時間 雖然辛苦先本個關 但這就是壓制的狀況 我想要做一些比較 更符合健康的 至少啦,至少有差五六個小時 因為準備的 事前準備的動作會比 比較長一點,而且它比較耗時一點 當然我這個是比較屬於有機器座方面的 所以它價格又會更比較高一點 差不多四五倍有啦 補充好的米粉打算了百分百的補充 這並不是所有入口都跟誰出來的問題 因為外面買的米粉 裡面都有差不是米的新粉 那家的電粉會 以廠商來講它會更方便製作 電粉的價格又比較低廉一點 那你這個米的價格高 這個工時長這樣子 那業者來講當然是 第一個很方便嘛 那第二個價格又比較低一點 慢慢慢慢就 就這樣子的一個 我們應該說競爭吧 大家就朝向低成本的方向在做 為了競爭 消費者吃到沒有實在的產品 由此也因為身份以及平白的問題 和政府機關擦不停 應該怎麼做對相同這麼好 我專兵有一個特殊法 在積極的推動就是說 你要誠實的一個標示嘛 那這樣子對業者來講 它有一個產生一個好的現象 就是說你做純米 它在純米這個區塊的價格 跟電粉這個區塊的價格 又不太一樣 那消費者來講它也很容易接受 為了競爭那一代就開始做米粉 也曾經經過參吉他玩樂的過程 我專兵用 尤其和純米 打出自己的地面 就算介紹比人較高 製作時間給很多 才有信用 消費者就會來高官 記者010 蔡宏報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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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歡 K